大家好,我是小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小航讲历史 今天我们将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重要的战役玉香桂会战 玉香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 日语,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 是中国抗日战争末期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 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3D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攻势 此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进攻河南中部的狱中会战 进攻长沙的长恒会战和针对桂林于柳州的桂柳会战 主要战略目标为开通由东北京化中 华南前往中南半岛的路线 以及占领其东南方的机场 防止美国陆军航空军自该地起飞攻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和轰炸本土 为了本次攻势,日军西新投入了41万名的步兵 加上800辆战车和将近7万笛马 逾2400公里的战线的总攻击 这也是自日本工业化后 日军首次进行这种规模复杂度的动员 故也做了详尽的准备 以发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 相对于仓促缺乏补给的国军 日军执行的后勤作战是可圈可点的 最后按计划成功占领美国航空队基地 并给予中国国民革命军人力与物质上相当大的损失 不过在日军抽调进攻的同时 也因为兵力不足而无法扩张战果 未来进攻至东南亚 将中国拦腰斩断的战略也就推迟了 日后与中国战场长期维持守势 与同时欧洲开始的反攻相比 中方此战表现不佳 要到1945年才开始显现反攻态势 另外日军占领后战线被扩大 反而是让美军已经开始趁机夺倒的战术创造机会 进行了在西太平洋的机场的日本本土轰炸 最终则使得日本逐渐丧失生产能力 但中国的战事工业损失过半 军火工业的开业率也下降至原有的55% 陈奈德声称用1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就可以严重打击日本军工生产 让日本无力作战 约瑟夫·史迪威则指出 日军会攻占陈奈德要使用的中国空军基地 使轰炸无法继续 因为他比史迪威提出的另一方案 装备训令国军30个美械是成本低又能迅速执行 罗斯福和蒋中正最后同意陈奈德 对日本的战略目标实施攻击 1943年11月 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日本船舶 遭到陈奈德所率的空军力量的严重打击 1943年11月25日 陈奈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 骑袭台湾新竹飞行基地 据空袭两小时后高空侦察机所写照片 63架日本各型飞机彻底被摧毁 多架受重创 而中美空军没有损失 日本当局也担心美国会利用在柳州和桂林的空军基地 发动对本土岛屿的空袭 1943年开始 同盟国在二战转入战略反攻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上屡遭失败 使南洋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 日本大本营未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 根据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 拟定如下战略目标 夺取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空军基地 由于这些中美空军基地已严重危及日本本土 至南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海上交通线为维持日本继续战争之生命线 因为战略物资必须经由海路方得至日本本土死 21 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 日军既在太平洋上屡屡失利 海上通路随时有被切断危机 如果能打通陆上交通线 使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结成一体 如此不但使相互间能够支援 更可充分利用亚洲大陆战略空间做持久战 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识 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田群六 拟定了一个由北而南全面进攻的计划 第一期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 打通平汉铁路 同时歼灭国军于河南的主力 主要为汤恩伯部 第二期作战由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攻击衡阳 摧毁国军第九战区主力 第三期作战由第六方面军与华南第23军配合 由广州北上 以打通越汉铁路为目标 并与第十一军会使 第四期作战与打通平汉 越汉县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和越南的通路 此次作战期间日军已需尽量攻击并摧毁国军于江西 湖南和广西的机场 这份计划第一期作战计划即为域中会战 第二期为长恒会战 第四期部分为桂柳会战 若日军达成其战略目的 中国将被分为两半 重庆基地有可能被其占领 这也是抗战一时 中方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方针 从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本土从未像本子如此彻底动员其陆军 此前提让整体作战的兵力调度上得以提前顺利进行 为支援此次作战所调动人力 超过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两倍以上 日本帝国大本营将对于支纳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 所有兵力支援和要求都予以优先配合 日军自关东军以及日本本土动员38万部队 补充支纳派遣军之缺额以及后备补充兵 并将在中国一种师团和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 含特种作战单位和支援单位之后可达两万人以上 并守自于中国战线投入装甲失去保攻击战果 其中准备用于补充损耗的补充人员多达17万 这是日军中国派遣军编制主任山田 一次根据中国派遣军十多次主要作战的损害进行研究 评估本次作战应需要17万名补充人员 以此刻见日军在力四大型会战制作战伤亡人数动辄数以万计之中 这17万名补充人员严重缺乏枪支 个人装备以及训练 日军甚至规划用卤货的清兵器予以配备 后勤准备方面更是充分 首先改组中国战场上航空兵团 单以飞机油料计就有半年存量 但要足以使用两年 运输工具有马匹六万七千匹 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 补起船艇一万艘并调动日本国内道路 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交通系统恢复 以上种种单位后勤支援都可达半年以上准备量 日方对于一号作战准备之详细之程度 上至野战军医院下至士兵军需修理都已有周密计划 日方参战部队 日纳派遣军由刚尊宁次指挥 第十二军由内山英太郎指挥 总兵力为六个师团和六个旅团 第十一军由恒山勇指挥 总兵力为十个师团和四个旅团 第二十三军由田中九一指挥 总兵力为两个师团和两个旅团 相较于日方战前彻底准备 中方此次应战时处于吉普利壮行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和参谋长史迪威 不仅在个人关系上冲突达到最高峰 同时对于日方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已多所失误 1944年2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和成军 根据军令部关于日军在信阳等平汉县铁路 频繁调动的情报 认为 长德战事辅经结束 日军在进犯死不如是之所 就现实肚子 获利我方将反攻而先做防御准备 军令部在掌握各种情报后认为 黄河北岸之敌却有进犯河南之企图 为目前力量不足正式发动攻势 习进攻之目的在牵制我军侧应华中作战 指长的战役反攻武汉之计划 3月4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判断 敌已经将平汉黄河桥修起 可通汽车 此次是一种姿态 至其于打通平汉县之宣传 在今日看则完全炫货伎俩而已 4月6日 徐永昌再次判断 显又再打通平汉云云 一嫌废材料与废兵且呼声太高 四在升北而激难 但打通约翰已须七八十以上 且看敌如何抽兵来 4月7日和成郡再次记载 军令部报告数星期来 扣军在一 五 六 九个战区调动频繁 但其企图迄今仍难判断 以我度之 买收之期不远 扣军则叫丰富之躯 城市扰乱掠夺 失所必然也 徐永昌也认为 敌打通平汉铁路数无理由 予以为主要在打击我堂集团 或抢卖一可能为掩护换方 尽管1944年初 重庆方面急获得对方在华中 急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 2月以后 对日方准备打通平汉县和约翰县攻势情报 也越去清楚 但以后局势只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 在内部基础不稳下 重庆国民政府将大部分美元物资和战略预备队投入第二次滇免之战印度蓝甲远征军进行求生一击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迈入第七年 领土和有效统治人口大大紧缩 战费居高不下 在扩大法币发行后 从1937年6月的14亿元至1944年12月的1894亿元 产生恶性通货膨胀 如以1941年物价指数为100 则1944年12月为3220 在这种情形下 不仅靠薪水生活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 前线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 医药和装备 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于国军第十四师任少卫排长 驻颠西 月薪仅法币42元 但于驻地街头一碗面急需法币三元 如是意义上和无想无异 在日军即将展开主攻的区域 如河南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部和湖南第九战区学院部 那亦存着相当大的弱点 第一战区连年饱受兵险思念 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以阻碍日军 造成近百万人死亡 终于1942年和1943年大饥荒又饿死数百万人民 虽然整个第一战区正规军总数账面上有46个师 四个独立步兵旅 不包含游击队便以号称四七岭 000大军实际上其中有16个师师一新 欲暂作为编号 实质战力完全不能依靠 加上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辖下部队 失控缺问题是国防军中聪明的糟糕 战区战力并不充裕 由于所辖区于1941年近南会战后三年日方都没有军事活动 第一战区国军部队多忙于在贫瘠的河南省自立旧纪 失去作战警觉和士气 在中部战线方面 湖南第九战区总指挥官薛岳将军 依据前三次长沙大捷经验 认定日军攻势目标仍着重于攻占各大城市的追行战术先例 一级以机动部队或中央突破或侧翼迂回后冒险深入 挺进占领战略据点后等待扩张战果 因此在军力部署上第九战区仍维持坚守核心据点 等敌军攻坚失败后 以三面核为形式反击方式应对 错过日方攻势规模和打算永久占领的准备 加上前段时间才刚打完长德会战 第九战区主要部队都在修正中 一则过去经验日军不会那么快将损失兵力不齐 因此第九战区误判日军不会短期间连续发动两场大规模会战 在第九战区的国军虽然账面上仍有大批军队预定参战 后实际参加长沙 衡阳会战的军级单位有58 72 20 44 26 37 暂2 10 46 62 73 74 79 100 4 99军出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做战绩 其中 第26 37 10 73 74 79 100 99军虽 然属中央军系 但是长德会战对这些部队损失并非可一笔带过之势 像是在华南堪称战力最强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 在长德会战中便折损一整个市以上 其他各市攻坚长德时亦折损严重 时到此次会战时大部分都在重建整训中 能投入的实质兵力顶多一个师 而之后在衡阳苦撑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长德会战时也将属下的暂编师消耗殆尽 因此在衡阳一战总兵力不超过一万八千人 当时国军军级单位理论满编制三万人 这种不到60%边缘以其他战场的做法基本上都是后送整训 但是没得后送的国军部队只能用此等兵力迎接日军攻势 中方参战部队包括 第一战区域由蒋鼎文指挥 总兵力为46个市 第十五集团军由何祝国指挥 第十九集团军由陈大庆指挥 第二十八集团军由李贤舟指挥 第三十一集团军由王仲莲指挥 第十四集团军由刘茂恩指挥 第四集团军由孙卫如指挥 第三十六集团军由李嘉玉指挥 第三十九集团军由高树勋指挥 第四战区域由张发奎指挥 总兵力为15个市 第十六集团军由夏威指挥 第三十五集团军由邓龙光指挥 第五战区域由李宗人指挥 总兵力为8个市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指挥 第八战区域由朱少良指挥 总兵力为7个市 第三十四集团军由李延年指挥 第九战区域由雪岳指挥 总兵力为43个市 第一集团军由孙杜指挥 第三十集团军由王灵机指挥 第二十七集团军由杨森指挥 第二十四集团军由王耀武指挥 1944年春 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知道日军将要在河南发动攻势 席夺中原地区 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1944年2月中旬召集所属军长以上将领 在洛阳开紧级会议 投敌的庞鼎勋已经密电给一战区 把日军的进攻时间与计划说得很详细了 会议结果对部署也没有变更或加强 只谈了将各军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 机要文件迅速向后方转移 会议战前日军进行修复黄河铁桥的工程并赶在3月25日完工 便于从芒山头进攻 另外补给线的确保让整场会战日本的后勤来源无虑 16 1944年4月17日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遵宁次指挥第12军 战车第30师团 第37师团 62师团 第110师团 独立混乘第7旅团 骑兵第4旅团 共5个师团又3个旅团 一个飞行团 飞机168架 第一军河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14.8万余人 在第11第13军各一部配合下 强度黄河以攻占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南端为目标 向正线正中 洛阳地区发动进攻 1944年4月17日夜 日军第37师团从黄河对岸发起攻势 以主力进攻河南的中沐县 至此 许谋已久的一号作战正式发动 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指挥国宁各命军所辖第15 第19 第28 第31 第14 第4 第36 第39集团军 共8个集团军 一个兵团 共17个军约40万人 即第5战区第二集团军 第8战区 第34集团军是7 在第8战区和空军飞机156架各一部支援下 以第28集团军依托黄河南岸 设核防阵地抗击日军 第4集团军在河南四水县 金并入刑阳 密县金西密间山区构成防御地带 进行坚守防御 第31集团军集结于宇宪县金宇州 乡城 林汝金汝州地区 待机间底 4月18日 日军第37使团配属独立混成第7旅团 从中沐县新黄河金甲鲁河东岸向第28集团军赞边第15军军长刘昌意和防阵地发起攻击 在15军派遣下辖至新边第29使阻击 悬急遭日军击溃 三七使团已极轻损失的情况下在当日读合完成 4月19日 日军第110使团 第62使团由郑州黄河大桥南下 朝第28集团军下辖至第85军芒山头防线强攻 85军当日遭击溃后撤 37使团下辖之步兵第225连队随即强攻由85军下辖之国宁革命军第23使 使长李毕帆首威的密线 23使在守城四日后布之后撤 4月21日 由78军下辖之两个团驻守的新政遭日军夺取 第12军在此设立前进指挥所 至4月23日 日军推进到郑州 新政 威市 4水 4月25日 日军第13军以两个旅团由安徽正阳关 奉台攻向复阳 左出向河南洛河进攻态势 以牵振玉东守军 打通平汉铁路后撤回 4月30日 日军进攻河南京半个月后 其打通平汉线之企图已昭然若揭 军令部长徐永昌仍认为 抵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数无理由 4月30日 日军第12军以三个师团又两个旅团 向许昌发起攻击 守城的新编第29师 抗击至5月1日失守 日军第12军悬翼一步沿平汉铁路南京 主力转向西进 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 第31 第4集团军与日军已打击后 于5月5日 5月6日分别撤往福牛山 寒城 至5月9日 习近日军攻地龙门附近 随即以一步进逼洛阳 大步向一河 落河河谷进攻 同日 由许昌南京之日军第27师团 与游信阳附近北上之第11军攻下兵团 相当于旅团在雀山会师 打通平汉铁路南端 同日晚 日军第一军以八个大队 从山西远取经古城镇强度黄河 攻占河南英豪 面持后 沿龙海铁路兰州连云港东西分禁 至5月14日 与西进日军击退第36集团军和刘勘兵团 包围洛阳 5月14日 蒋介石致电地球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 第7战区司令长官约翰某 告以日军打通平汉线以后 必继续向约翰路进攻 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 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 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 然而时隔不久 蒋介石又判断 此种情报四为敌扣一种反宣传之炫火作用 是否打通平汉约翰两路 须令带确实情报证明制 并认为这是日军的神经战 5月底 蒋介石判断 御战未完而相战又起 敌扣即打通平汉路 其势必企图打通约翰路 以确立其东亚大陆学战士基础 到6月初 蒋介石又判断是其企图 并无打通约翰路之野心眼 7月 蒋介石再次判断 敌扣打通约翰路之心 尤为死也 5月18日 日军举兵团第六十三师团一部 攻击洛阳 首军国民革命军 第十五军配属 第九十四师 依托呈防攻城 顽强抗击一昼夜 使敌攻击受挫 华北方面军令第十二军司令官指挥第110师团一部 战车第三师团主力 骑兵第四旅和局兵团攻击洛阳 5月21日 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之下 负责掩护部队西撤的第36集团军司令 李嘉育中将 后追进为陆军上将阵亡 首军奋战至5月25日 分落突围 洛阳失守 在日军第十二军逐立西津后 第五战区第五收卧军 第十战区御南挺进军等部 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 一度收复雀山 落河等地 已牵制日军 6月2日 第一战区主力 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 战至中旬 将日军逐至 陕县 洛宁 松县 鲁山一县 双方对峙 1944年5月中旬 日军6万占领河南 国民革命军全线溃败 国军在撤退时 当地农民将5万国军解除了武装 第一战区副总司令 唐恩伯在直属卫队遭民众缴 唐本人化妆成火肤逃脱 第一战区总司令 蒋鼎文在撤退过程中 被暴民俘虏 后化妆侥幸 齐毛驴逃脱 日军花了三周时间 击溃47万国民革命军 到6月初便控制了 北平到汉口的铁路 完成了一号作战作战的第一阶段 日军战史称为惊悍作战 狱中会战惨败后 蒋中正大为震怒 蒋鼎文和唐恩伯急遭撤职 7月21日 蒋中正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 斥责第一战区 军风级败坏不堪 招致民怨 为中原会战及狱中会战失败的主意 这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 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 据他们所见 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 而且缴械 这种情形简直霍迪鹅时代的白鹅军队一样 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 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 不在武器 不在弹药 而专在走私的货物 到了危急的时候 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 就是来不及运走 抛弃到旁 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 到后来人马匹法了 终于不及退出 就被民众杀死 部队里面军风气的败坏 可以说到了极点 在撤退的时候 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 甚至于奸淫掳掠 弄得民不聊生 这样的军队 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 叫我们怎样做人 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 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 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根据日本战后联队时 参与本次会战的日军第一百一十师团所下辖的第一百一十步兵连队 在1944年3月到1945年8月可确认之死亡人数为594人 另一下下的第163步兵连队 于1944年3月到1945年8月可确认之死亡人数为682人 其中多半应该死于狱中会战 另根据日本老兵所编写的部队时 北支派遣胜第5228部队 参与此次狱中会战的第69师团独立步兵第118大队 至少有5名军官阵亡20 而根据日本战后出版的部队时 仅参与本次会战的日军机动步兵第三联队 就在洛阳战死102人 而同样参与此次会战的独立步兵第78步兵大队 则在洛阳战死29人 战伤100多人 一样参与本会战的第163步兵连队 第一步兵大队在洛阳的战死人数的是至少24人 另也参与本会战的独立步兵第36大队 下下之第三中队则在洛阳攻坚战死24人 战伤60人 上述日军参战单位仅占洛阳攻坚日军兵力的一小部分 可见日军仅在本次会战的洛阳攻坚就应战死近千人 另根据日军第37师团战友会在1986年的调查 该师团在狱中会战仅有难可考的战死者人数就多达308人 1944年5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恒山勇指挥所辖第三 第13第27第34第37第40第58第64第64第64第68第116 集第5第7第12第17独立混城旅团 共10个师团 共10个师团 4个混城旅团 一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 共约28万人23 以攻占相跪铁路恒阳道来兵为目标 向长沙恒阳地区进攻 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月指挥第一 第24第30第27集团军 集第4军 第10军 第37军 第44军 第99军 暂编第二军 共4个集团军 共15个军 令6个军 共约40万人 在空军飞机181架 有林战区支援下 以一步一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 湖南新墙河南岸 原江和易阳地区的计设阵地 节节抗击 消耗 持至日军 主力分别控制于流阳 长沙 衡阳及宁乡等要地 向机监底 5月27日 日军以5个师团 由湖南滑融 岳阳 湖北重阳 岩湘江江两岸和湘干边山区 分三路发起攻击 以3个师团 集结于湖北建立 扑其待机 另以一个团 有5个营 禁止江陵以南 松泽和岩岸进行牵制 以掩护军右翼 防守新强和的第20军 与日军中路 第68 第116师团 已持续抗击后 转至湖南平江 以东山区待机 防守重阳东南山区的 第72军挺进纵队 对日军左路第三 第13师团逐次阻击 持着其行动 防守易阳的第73军 抗击日军又路第40师团 6月1日 日军中 左路强度密罗江 突破河防阵地后 分路向捞刀河 刘阳河进攻 守军第37军 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 撤着刘阳附近山区待机 至6月14日 日军相继攻占原江 易阳 刘阳 6月16日 日军第34第58师团 第68师团一步攻击长沙城区 第4军坚守之6月18日下午 伤亡殆尽 长沙城失线 第4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9战区未阻敌深入 发起衡阳保卫战 从6月20日起向日军发起反击 至6月27日 将日军左 右路分别组织于李陵 想象 对日军中路在路口 恒山间虽急打击 但未能阻止齐南进 6月24日 日军第68 第110师团开始攻击 恒阳城郊区之机场 到6月26日时 因守军伤亡过重 后撤至恒阳城 日军在6月27日起 对恒阳城进行攻坚 然而恒阳守军第十军三个市 因长得会战后 缺原尚未补齐 时兵不满2万人 抢先于5月底进驻此地 并动用当地军民 勾住了一定规模的防卫攻势 因此日军进攻时 第十军依托攻势 以正面和侧面火力掩护 吸收了日军攻坚冲立 同时 第十军所属 玉石师 28团所属 破炮连成功的炸伤 日军68师团 收闹群 包括师长 佐久坚 为人与师参谋长 袁田真等 一干核心参谋 受到重伤 直接导致之后 68师团作战师能 这使得日军这波攻击 只剩1160团独立之时 战至7月2日 日军后损过重 暂时停止攻击 等待增援 6月中旬 日军进攻湖南后 其打通相跪路的意图 已非常明显 军令部长徐永昌研判 敌此次进犯于新南 于湘鄂诸地 观察家贤卫戏企图 打通平汉约翰两路 更有意打通相跪线 弃阵南观者 异于判断 待仍乃于打击 我也战军 或度我反攻于转用 该于攻犯两路 或三路 而确保之 恐彼翼不翼 抽调出如此巨大兵力 仍然认为日军兵力不足 难以发动大规模会战 6月14日 国民党军令部 第一天判断 日军将通过弘阳入桂林 徐永昌却认为 返乡已见20日 而广州敌微动一贯 则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 不过一意打击 无人反攻力量与混时间 以应付战事而已 6月18日 蒋介石召集各将领 研讨战局 对于日军的进攻方向 徐永昌记载 五间增加言汇报 违章及时任军令部 策长刘飞 以为敌必冲置 衡扬可能入桂林 于以为敌兵力不足 只要我能力拼 尚不致企图入桂 敌无深入企图 且略举日前14日之观察 蒋先生熟识于 但对努力打击敌人则同意 7月11日 日军第68 第116师团 经修整后 以15个步兵大队 12个炮兵大队 第二次攻击衡阳 守军以固守阵地 与机动防御相结合 加强阵地间的互相支援 实施短促近战和反冲击 战至7月20日 破敌再次停止攻击 期间 被组织于湘东山区的 日军第30师团 先后在里林 塔林 安人遭重创 后在第27师团 第34师团和第13师团 一步支援下 站着月底 使突破为阻 7月中旬 日军数次进攻衡阳后 军令部长徐永昌 在黄山军事会报上认为 除非敌最近改变策略 否则第9战区告一段落后 敌必既致向我6战区攻击 及日军攻下衡阳后 其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不在广西 而将调头进攻 位于第6战区的厄西 衡阳战役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层 持乐观态度 熊市会记载 出席委员长官邸军事会报 相举好转 日军因后方两翼之打击 及交通阶级之困难 有整个太平洋局势之逆转 以线非撤退 不可知苦境 陈诚后来对此批评 是敌之不来 以待盟军之胜利之观念 为造成今日危机之最大最患 7月27日时 日军高层急预估 第11军作战受伤人数到8月中旬 将上升至5万人 下旬将上升至6万人 其中伤众不治者将上堪治2万人 8月4日 在成功的挡下国军解为攻势后 日军第11军集中4个师团 28个大队第三次对衡阳进行攻坚 被包围的第10军进行防卫作战 直到8月7日 在伤亡惨重以及弹尽圆绝之下 军长方先爵与参谋长孙明玉 师长周庆祥 葛仙才 荣有烈 饶绍伟联名发出震惊中外的 来生再见电文 8月8日 凌晨40日军逼近第10军指挥所 方先爵认为战士已然绝望 便举手枪自杀 但为资众团团长李寿光与副官王洪泽夺下 强想谈虚出 最后敌兵制 军长与其他师长在日军有条件投降的圈右下 接受投降并解除武装 衡阳沦陷 衡阳守军阵亡4000 伤兵9000 最后日军统计受降总数有13306人 至于包括外围攻坚单位的损失 总计死伤86752人 失踪2万1531人 根据日本战后所编撰的资料 紧爹680团在黄茶林所开设的一所野战医院就收容伤病患4000多人 结果有多达90%以上的伤病患死亡 仅在8月5日晚上至8月7日早晨 该野战医院就有400多人伤重不治 且该野战医院衡阳衡保卫战期间曾疑似收容医 000多名战伤患者 且因为状况混乱 导致大量死亡日军伤病患并未留下姓名资料27 而第11060团也开设多出临时野战医院 均出现大量伤病患死亡 其中锦月堂野战病院在6月下旬到9月25日 就收容3000多名来自第133步兵连队的伤病患 其中1000多名死亡 衡阳沦陷之后 日军高层随即要求补充10万新兵 至第11军29 考量到现前日本第11军已有数次征补 日军于长恒会战伤亡染病检员 极可能多达十多万明经治疗之后 返回岗位的轻伤者与轻病者应不再补充范围 1944年8月 日军侵占湖南衡阳后 未准备进站广西桂里 6周 日军成立第六方面军 以岗尊宁测为司令官 出动第11军恒山用第3 第13 第37 第40 第58 第116师团 急战车 中炮连队 共6个师团又一个旅团 于8月29日 由恒阳沿铁路向香柜边界推进 以第23军两个师团又一个独立混成旅团 于9月6日 由广东清源等地沿西江向广西吴州进攻 另一个独立混成旅游广东 岁西向广西荣县进攻 9月10日 刚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 第23军 第二飞行团 飞机约150架和第二浅华舰队一部 共约16万人 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 以打通贵越南公部为目标 向桂林柳州进攻 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第27 第16 第31 第35集团军 及第6战区孙连仲第24集团军 汤奔博兵团 共9个军 两个桂随纵队 空军一部飞机217架 共约20万人 在前桂乡边区总司令部的三个军支援下 已分区防御抗击日军 9月14日 日军第11集团军攻占泉州 随后调整部署 准备攻击桂林 9月22日 日军第23军县武州 至10月11日相继攻占平南 丹主和桂平 蒙卫 第四战区建于泉州地区日军尚无行动 遂调整部署 将所部编组为桂林 利浦 西江三个方面军 南宁 静西两个指挥所 一大部兵力 国军第31军贵系中将军长贺为真部 两万兵力固守桂林 集中一部兵力先击破西江方面之底 10月21日 第64军配属贵随第一纵队向近战贵平 蒙卫之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实施反击 因以第135师等部向平南 胆主攻击 侧应反击 战至10月28日 日军第23军主力逼近五宣 中国军队遂停止反击退守五宣 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一军突破桂林 利浦方面军的防御阵地 主力于11月4日近抵桂林城郊 一步向柳州进攻 11月7日第四战区将三个方面军编组围阻 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贵 6.11月9日日军第四师第五师班 第37师和第34师团一步向桂林城发起总共 同日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一代零四师团 第十一军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突破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 攻向柳州 11月11日 防守桂林城区的中国军队撤退 部分在撤退途中被俘 桂林陷落 守军除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为运送 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意外 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衡 第31军参谋长吕詹蒙 第170师副师长胡远基 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战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 第31军131师少将师长韩维雍拒绝撤退 于阵地拔枪自尽忠烈殉国 据日军第十一军统计 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 背负13151人 被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 重机枪110艇 轻机枪359艇 步枪2737致 第27集团军接到战区11月7日改为中央兵团 固守柳州的命令后 以急行军于当夜到达指定位置 当即进行防御部署 令第37军在向线以北掩护主力向柳州转进 令第188师在柳州以北 以东的长堂 东全各附近掩护柳州侧北安全 令第26军防守柳州 令第20军控制于柳州西车站附近待机 第26军以第41师守备柳州东面和北面 第44师守备西面和南面 11月8日日军第13师团及第三师团 分别进至柳州以北六公里处和柳江东岸 第23军的第104师团 先投第161连队 进至柳州南越18公里的四方堂 第22师团仍在桂县北龙山地区 阳森及令第20军的第134师 在柳州西岸担任何方 并以一步占领俄山 以加强防守力量 11月9日日军第13师团第三师团 分由柳州以北 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 当日中午日军第13师团的第34连队 由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 进至西岸 第13师团先投第104连队 攻入柳州北部 第104师团先投第161连队 第13大队已禁至柳州机场南侧 11月10日凌晨 日军第3师团第34连队 与第104师团第161连队 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 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战机30架 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 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 奉命撤离 柳州失守 随后日军第3 第13师严前跪铁路 督云柳州向西北进攻 第23集团军沿柳庸公路 柳州到南宁向西南进攻 11月24日攻占南宁 11月28日 日军南方军第21军 一步从越南突入中国 向广西随路金属扶随进攻 沿潜贵铁路进攻的日军第11军一步 约两个连队至12月2日 攻至贵州渡山 遭潜贵乡边区总司令部部队的反击 撤回广西河池 12月10日 日军第21军与第23军 各一步在随路会合 至此 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 日军伤亡约13400人 战术上日军在初期定定战术正确 因此在整体作战上几乎达到成功 就结果而言也达到了一开始预定的作战目标 但是日军从开战时 即出现的兵力不足问题 在此场全面性会战中再次暴露 虽然有效打击了国民革命军战力 以中路作战击溃第九战区削月所铸房之长沙最为明显 第九战区到战争结束前再也无力作战 但是无法有效占领领土之下 最后仍然自行撤出部分地区 自身伤亡也极其惨重 根据日军作战主任参谋在司司年12月所言 日本第十一军的各个第一线司团之战斗力 都只剩下一个步兵连队 左右的实力日军参战各司团 于战役当中曾屡次整补 且有伤病患者陆续痊愈归队 燃战力依旧下降约三分之二 日军在本次作战前 即准备17万名补充人员32 然而本次会战结束后 各参战司团仍然有大量缺乏 足见日军予以相归会战阴阵王 伤重后松 定死 定重后松造成的虚骨中 检员缺额应不下于20万 经短暂治疗返回岗位 继续作战的轻伤者 与轻病者不考虑三年 根据日本战后出版的 部队史若松联队回向路 仅日军第65步兵联队 可确认直相贵作战战死人数 单纯只被国军击毙 不含病死与意外身亡 就多达905名33、34 该联队也于本次会战期间的 7月29日 以及本次会战结束后的12月20日 与隔年1月15日 接收三批子人数 共计为2569名的补充人员 轻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内 而根据日本第27师团老兵回忆 该师团16000多人 投入湖南广西作战 仅两个月 就死亡4000多人 36 这使得日军无法进一步推进 而日军于南路没有击溃第四战区兵力的结果 中下隔年湘西会战日军惨败的因子 东北关东军被抽掉 造成东北满洲防守空虚 使苏联趁虚而入 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 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 反而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同时 赔上把时间和资源都浪费在中国战场上 使得美军跳岛计划攻克了塞班岛岛链 在中国的B29轰炸机 空中堡垒 重型轰炸机 在从中 硬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的马特霍恩行动结束后 全部改从塞班岛 关岛及周围群岛起飞空袭日本本土 因此日军始终未能阻挡 美极空袭日本本土 二战尾声 中国战区相较于盟国欧洲方面同一时期的情形 如苏军白俄罗斯歼灭战 和英美联军之诺曼底登陆 显然成就远不可比拟 此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战略上指导 实物已如前所述 对于日军主攻方向虽以大致之息 但中英卫之援滇缅作战 主力和预备队配置不当 重以错过日方如是权力进犯和永久占据之决心和准备 致使于 乡跪大片国土备战 空军基地 场战被毁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年4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 然后严平汉铁路穿过河南向南推进 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 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 长沙于六月陷落 衡阳于八月陷落 到初冬 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投部队转而袭净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还是在战场上 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击达半年之久 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接断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 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 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 难有数万人饿死 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 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路上通道 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 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 也不足以挽回国民政府受到损害的声誉 重庆国民政府在日军一号作战中连番受挫失地的情形 极大程度的损害了美国对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观感 使迪威与蒋坚在此役之前极恶化的关系更因此达到临界点 使迪威以此役中国军拙劣的表现 与辖下印度蓝家滇绵远征军的精强作对比 直指蒋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战争延长之主意 甚至进而主张尤其取代蒋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而蒋也挤尽愤怒地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 在1944年和1945年 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 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 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疑 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 出现在美国人的事件之内 并进行了有限度的接触 这场中美指挥权的冲突最后引美方退让 在1944年底撤换史迪威告终 但美国政界及民间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印象 已转去不信任与轻视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结果 中共占据地区则在潘汉年通知下及早获知情报 在一号作战几乎未遭受损失 由于华北日军主力大步调往南方 与国军陷入胶着状态 中共中央5月11日开始向华中局 北方局发出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 要求向轮陷区进军 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地区 速军中央发布向河南地区 也讨厌室击队建立车 不论队建立正确的 中共体育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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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和英勇抗争精神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留下你的评论和想法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